哪裡需要他他就會出現在哪裡 然後是我們這組裡面很重視團隊價值的一個夥伴 那小組長給他評語是組裡面的快遞天職 因為需要石頭馬上就會快遞過來這樣子 這個人就是豐明 首先謝謝那個三位老師還有助教 還有那個後勤工作人員還有各位夥伴 這三天大家都很努力一起在這邊付出信學 然後流很多汗 那個雖然我覺得個人覺得是說 這三天來可能我們隔行隔路山 我們剛開始做的手作師步道 一開始學三天可能只學到底 所以說我希望以後大家還有機會 再繼續接受老師的指導 然後把這些工作做得更紮實 因為我覺得剛剛老師在 當我們在工作的時候老師在旁邊都會指導 然後覺得說都會有一些 愛以那個環境的因素材料取得 實踐的問題等等 就是我們可能頂多做到幾個滿60分就好 我們沒有辦法把它做得還更完美 更完美 就是很多可能是這些問題 我們希望以後繼續有時間再努力 然後我比較喜歡講的是一些冷笑話 希望你公兩折 你公兩折給大家動一下腦筋 本來有一句俗話說路見不平 路見不平大家應該知道什麼 然後現在一些腦筋 正確大家應該知道 路見不平以後在我們這邊你們要改成 路見不平我們的工作是把路填平 然後另外一則就是有一個卡通人物 那你們猜一下最喜歡路見不平的人是誰 誰最喜歡路見不平 趕快猜一下 來公布答案 小叮噹 聰明 你看 誰最喜歡路見不平 小叮噹 手是圓的你知道嗎 有沒有看過那個卡通 好 謝謝大家 多謝